净土圣贤路 民国 李夫人 婢女 民国时期有一位李夫人 她是苏州八部居士 李柏农居士的妻子 李夫人在香港旅居时 住处靠近乡下 邻家农户的女儿 经常来她家玩 并主动请求 做一些婢女的杂活 且不要工钱 婢女喜欢跟随李夫人 集起女儿一起念佛 学习经咒 李夫人也从不把她 当婢女下人看待 等到李柏农居士一家 将要搬到浙江去时 婢女就请求自己的母亲 希望能够跟随李夫人一家 去浙江 临行前 婢女将自己的一对金镯子 送给姐姐 并说道 我将跟随李夫人 专心修学净土法门 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以后再也用不上这对金镯子了 后来 后来李夫人 她们 又从浙江 迁居到了江苏 全家人 常常 凌晨三点就起床 开始供修 沙江苏 牧鱼声 眼庆声 念佛声 声声不断 一直持续到吃早餐的时候 吃完早餐后 稍微休息半小时 然后继续念佛 直到中午十二点 下午三点 又继续开始念佛 直到晚上六点才结束 她们平日里 就是这样 刻苦精进 互相勉励 共同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民国十四年 即公元一九二五年 李夫人生病数月 到了某月的十二日 李夫人的病情 忽然大幅好转 第二天 则感到更加清爽舒适 就在家人们 都为此而感到欢庆时 李夫人却提出 要赶快为她准备后事 原来 李夫人已欲知实质 她说出了 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的 具体时日 并从容地将后事 逐一妥当安排 犹如准备去参加一场 隆重的盛会一般 到了十四日 李夫人让家人 为她沐浴更衣 十五日早晨 李夫人说 我看到菩萨了 菩萨还给我了一个金色的气 当时现场可以闻到满屋的沾潭香气 到了下午 李夫人忽然跟身边的居士说 阿弥陀佛来了 请赶快为我向佛合掌致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又多次见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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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夫人在往生的整个过程中 神智极其清爽 没有丝毫的散乱或痛苦 而婢女一直都在旁边陪伴 亲眼目睹李夫人 从见佛、被佛接引 往生净土的全过程 婢女深受感动 她更加坚信 念佛往生净土了脱生死 的确是真实且可靠的 随后婢女急忙辞别李家 回到自己家中 并劝她的母亲说 母亲 您也要专心念佛 要及早为往生极乐世界做准备 不要等到死期将至才临时抱佛脚 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二十天后 婢女忽然对李夫人的好友高夫人说 我将要追随李夫人 往生西方净土了 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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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夫人斥责 婢女 不要打忘 结果 婢女回到家中后 随即念佛 安详 往生 西方 极乐世界 后人 后人 评论说 这位婢女 出身农家 竟然主动请求 义务当劳役 而跟随李夫人 一起念佛 由此可见 她的善根非常深厚 而她也是 欲知实质来去自由 这是得大解脱之人啊